先前吴卓源朱雪洋趁Cindy跨洋到海外工作室偷情約會 想不到吴卓源約會時這一座直接坐到飛了 本刊細查才發現吴卓源人際關係的蜘蛛網有夠複雜 首先 吴卓源有位被稱為胡渣男的男友 而這位胡渣男在吴卓源喜洋洋當天 四人IG發了自拍限動 上面還寫What the day 並配上哭笑不得的表型符號 似乎早早知道了些什麼 事實上吴卓源這段戀情的態度令人難以理解 因為前一年還在跟胡渣男交往 他毫不忌諱跟OZ大肆打造螢幕情侶行將 哎呦我們連耳環都在同一邊 Stop it Stop That is your problem That is your problem 不止連天點合照更有OZ環報提胸罩 2023年2月 吴卓源跟OZ突然互相取消追蹤 同年8月吴卓源胡渣男被派到約會 然後 你現在有沒有到一個感覺 還是你還沒到的感覺 你感覺怎麼樣 怎麼跟瘦子有關係啊 我們是不知道 但胡渣男正好是瘦子的表格 Action If you don't know Now you know 如果你不知道 那你現在知道了胡渣男跟瘦子的關係 今年初瘦子也取消追蹤了OZ 哇這正是一首不簡單的小情歌呢 我真是不聲唏嘘啦 接著本刊大廳這幾年吴卓源不只跟OZ鬧翻 還有第三人知名嘻哈製作人 Ayo 這是 索浩男 What's up 我真的是本人 來 你看 本來都是好朋友的 就關係變淡了 鼓中Money怕只有當事人才能稀稀品味 最精彩的來了 不過但地球有點累了 來 卓源拼盤一次上棋 Tiana 諷刺吳卓源是長髮的多台名 這個勢可殺不可入啊 更爆 吳卓源的人設崩壞身為受害者之一 我期待很久的畫面終於出現了 之前Tiana與OZ有過一段情 且他毫不厭世 公開並在文某標記OZ 甚至果大對他寫 不是Paul有暈船嗎 You are 他如今更加深前面提到 吳卓源跟OZ的緋聞了 此外 Kina扯出陳芳語 其實陳芳語之前就有發文 說他一直很想開Podcast 但是 這樣太危險 我會飛太遠 你知道 一直被壓迫的感覺嗎 暗指自己吃了吳卓源不少苦 據悉 由於陳芳語跟吳卓源是同公司 也是陳芳語介紹經紀人給吳卓源 不僅如此 陳芳語那時家裡有空位 才會讓吳卓源去住 沒想到後來隨著吳卓源越來越紅 除了資源近年遭到取代 還傳說 他們的狀態 你說搶就搶 連招呼也不打一聲 雖然 陳芳語現任的男友 也就是血肉果汁機的鼓手 在下頭力挺他 只是經紀公司對他下了風口令 讓他忍氣吞聲的過去 如今有口難言 OK 正當你以為風向對的時候 提安娜酸爆陳芳語 你一部被欺負的受害者一樣 為什麼在錄音室稱讚我之後 在我離開去工作後 就跟我的前室友在裡面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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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負人的方面 你也不慌多讓啊 總之這也讓陳芳語的回禮標 狠狠打到自己身上 好亂啊 總之呢 Julia也就是吳卓元 在朱順陽之前 我們似乎可以看到 這樣一個 朱順不順的故事